故宫南院内有一家火锅餐厅 砸下重本40万元 引进了一台AI机器人 业者把它装扮成 可爱的清朝太监猫 负责为客人代位还有送餐 不少客人都觉得 新奇这个太监猫 除了成为新卖点之外 在疫情期间 还可以兼顾防疫 减少与客人的接触 一进到火锅店 眼前这个可爱的清朝太监猫 机器人就会帮忙代位 点餐后 机器猫立刻替客人送餐 十分便利 代位这是第一次看到 之前有看到机器人送餐 都是觉得很新鲜很新奇 凑多客人我到了 这里是嘉义故宫南院内的餐厅 疫情期间业者引进造价 40万元的进口机器人 还特别打造成太监机器猫衣服 替他戴上帽子 衣服的刺绣超过100万帧 做工相当精致 而且声音也很萌 主人请拿好多 这家火锅店的菜单也有巧思设计成 宫廷太监宣读皇帝圣旨的样式 并将故宫国宝古物融入餐点中 像是国宝锅物翠玉白菜锅 还有鱼药龙门锅象征金榜提名 疫情升温所以我们告诉客人说 如果我们餐点到的话自行取餐 这样的顾客大声都可以接受 小朋友最喜欢看他送餐 反正因为我们以前人工送餐 比较不有趣 就算等了再久一点 看到他都会汇气一下 清朝太监猫通过科技创意服务 成为新卖点 同时还能兼顾防疫 减少接触 接着蔡崇武嘉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